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的可惜 当然也是有黑风在说红娘话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替我慢慢的说来 那夜的雨 也没能留住你 三岁的夜 雨点轻撒我梦 这是同样一个旋律 无论你是唱元将的国语 或者是唱我改变的乐语 既然现在平台都不同意了 就是唱英语 他一样会把你下架的 所以有些人留言说 说我的二度创作 连人家唱元唱的都被下架了 这个是说不通的 现在平台在说的 是我把人家旋律唱全 所以翻唱元唱 情况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请那些黑风不要在心灾落祸 还在一直说国语版更好听 现在既然平台是不同意 我们把这个旋律来用 那就是说你喜欢听原来的国语版 或者是听我的乐语改变版 你都没机会呢 你就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只有黄奇原来的版本 最近我都听到不少粉丝说 就是翻唱元唱的也是下架的命运呢 对我来说反而没有什么影响 我又不是特别喜欢翻唱人家的国语版 我不过是喜欢改变一下歌曲啊 为你们带来一些同一首歌曲 在粤语改变的不同味道而已 反正那个头头的平台 从来都不是一个受费的平台 我在这里当博主 不带课 不直播 做视频从来的目的 也不是为赚钱啊 所以不能做这些新的 国内版权的歌曲 我便不做啊 可以做一些旧歌啊 做一些港台的歌曲啊 那就没有问题了 要新的改变歌曲听 人世的不是我 还是哪些喜欢听粤语歌的老百姓 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些一天都在说 我一般被粤语版好的人 不然那么开心 我还是一直会做粤语改变歌 刚有一些人说 你这样用人家的旋律是不对的 你为什么不做原唱歌曲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从来都是个不受费的平台啊 做一首原唱歌是改变歌的几倍到几十倍 我不排除我会做原唱 但是我不会放在这里发布啊 我为什么不拿出去卖钱呢 那这懂我的意思吗 在这个不受费的平台 我能付出的时间 就只能每个星期六 简单做一首改变曲 这样才能维持一个不受费平台的胜权呢 好的 既然如此 我现在都在一直找一些旧歌 港台歌 甚至是英语啊 外国的歌曲啊 来改变 因为这样 又不会再干犯这个版权了嘛 刚才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听着这个前奏 很好听吧 还有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第十歌的风味吧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明天我告诉你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可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你关注 点赞 起转发 再见